今天回答网课学员的一个问题 冰箱工作正常 里面配件有点劣 租客要求换一个冰箱 在答应给租客换冰箱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提一个条件 既然这个租客还不错 因为暗示雕租嘛 别的方面都还没啥问题 我就行了 不行给他换了 算了 我就花几百块钱嘛 给他协商一下 我给你换个冰箱 那你多住一年 可不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 我还没给客户提 给那租客提 我就想趁着机会 带咱们历练老师 或其他群友提提 就是在条件的换这个冰箱 这样是否合适 第一我觉得 我觉得租客提的要求也挺合理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群友 房东提的要求也挺合理 只是这两件事情 我好像觉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就是他要换冰箱 你要是觉得这个合理裂了 或什么 给他换一个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买什么 我自己就是去买二手的 我就去那个附近的二手店买一个 然后其实那个Stanley Steel吧 还挺漂亮的 也就几百块钱 就买了给他换了 得了 然后我前面有两个租客 一个只是一个 Ice Maker不运转了 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一点点 就是渗水 但是两个租客也是 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群友一样 交租的情况也挺好的 然后房子保持也挺好的 然后跟我说 我说我不能立即解决 然后我等到Christmas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Gift一样 我给他几百块钱换了个冰箱 他挺高兴的 这个是一方面 我觉得如果是 您觉得是合理的要求 就给他换了 关于让他再注意您 我觉得 如果说他觉得好的话 你不给他换冰箱 他也会住的 如果他觉得这个 这个不好的话 你即使只换一个冰箱 其实也是留不住他的 就是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能不能留得住 这个租客和单纯的一个冰箱 好像没有直接的这个联系 这是我的看法 嗯 谢谢张 谢谢张 讲得非常清楚 我也是挺认同张讲的 而且呢 我自己一直是觉得这样啊 就是租客是 无论谁住在你的出租房 他在任何情况下 呃 都是会有各种情况 咱们预料不到的 那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定说要跟你 要去搬出的话 无论是任何状况 我可以问他理由 但是问了理由 我不会说 因为这个理由 我再去劝他留下 我一般不太会 要不然就是他 就根本就不想住着 可能他不想跟我说真实的理由 OK 那这个时候 他住着不舒服 他只要是合理的 给你给你提出来 比如说一个月的 notice 你就让他走就完了 如果是说 他本身就是不好的租客 那他走了更好 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个租客 交租也是挺准时的 其他方面呀 干净整洁呀 呃 这些都不错 你想留这个租客 其实跟跟他签不签约 没太大关系 而是说 你想不想给他换这冰箱 如果你觉得你想给他换 很简单 你就换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冰箱 如果给他换了一个二手的 状况也不错的 他用的也舒服 如果他哪一天走 你新来的租客 可能也不会挑这个了 这我自己的 今天的给你这个答复啊 如果说你这个租客有问题 你不想留的 那我就不建议你去给他换 OK 知道吧 因为你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以后他可能提什么条件 你都你都要答应 明白明白 因为就是我再多多多补充一点 因为我其实就是像 丽兰老师讲的 就是一个心态吧 大家是 其实首先咱们都是 保持以成待人吧 我觉得这是第一 第二呢 呃 上次我给他回过 呃 因为这功能都是好的 只是说你配件 我给你有点破损 那我去厂家 给你换个新的呃 配件 其实我就想打压他的心态 我说你 我就说不要无理由的 我就就像你讲的 就像丽兰老师讲的 就说 那其他的 我的烘干机 我洗衣机 他又觉得这个掉个漆了 掉个 这种掉个漆了不好看 他找我换 那我我受不了啊 我只要是想 想把这个心态 大家去 去让他去纠正这个心态 不是说他觉得 我是有底线的 就得 我主要是想让他 传递这个信息 就是说 他 他知道我的心态以后 我就说合理的 但我二话不说 比如修东西 二话不说 我都修 但是有些东西 你换东西 我东西是好的 本身功能是好的 那你这边 那就是大家 我讲 给他传递一个信息 那反正要体谅一下 我们房东了 对的意思 对 你反正你自己要权衡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 你的这个冰箱的状况 你可以 如果是我的话 你要想留这个租客 你给他换之前 你跟他讲 你说我其实开始不想换的 这也没有必要去换的 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错 我也想留你作为这个租客 所以我还是帮你换了 你可以这样说 就让他心里也觉得高兴一些 好吧 明白 明白 那就说不用给他提什么捆绑 再去 对 我觉得不用提 我觉得不用提 好 谢谢你 我得到答案了 好 谢谢